不施,不要以为是别人需要,其实是你自己需要。 作者,恒叶居士 有一些人,明明自己有多余的财富,多余的物品或者多余的利器,却十分的吝啬,不愿意去帮助他人,不愿意去不施,总是认为给了别人,自己就会少。 但是,不施并不是因为别人需要,而是你自己需要。 不施是为了培植福德,佛法讲究因果与舍得,也就是说你利益了他人,他人才会来利益你。 换句话说,就是我们帮助了他人,他人才会来帮助我们。 但如果你损害了他人,他人也会来损害我们,就不会帮助我们。 我们用自己生活当中赋予的钱财,予物,或者是劳力去为他人服务,以后我们的路就会很宽,我们的生活就会很自在,很如意。 一切就都没有障碍,成功率就高,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上升。 按照世间人的话说,我们的运气就会变好,我们的人生就会吉祥如意,我们心想就会适成,烦恼就会少,我们的冤亲债主讨债就会少。 所以,不失并不是为了别人,而是为了你自己,是为你自己在培植福报,是为你自己在种下善因。 善有善报,懂得不失,懂得帮助他人,你的运气也一定不会差。 不失,不是别人需要,而是你自己需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